嘿 我是辣民 咱们继续聊拿破仑战争 上期咱们说到拿破仑在沙俄遭遇失败 几乎将法军损失带进 欧洲各国趁机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 这次拿破仑是彻底失败了 被迫签订了封丹白鹿协议 根据协议拿破仑退位 并被流放到意大利海岸附近的阿尔巴岛 在那里拿破仑只能拥有不能超过400人的军队 另一方面 反法同盟推翻拿破仑后 开始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来控制法国 而且是要听话的傀儡政府 毕竟在拿破仑失败后吐出非常多的利益 像在德意志地区 意大利地区的领土 还有各国的王位等等 这些利益是反法同盟想要瓜分的 但是直接瓜分是肯定会引起法国人民反抗的 毕竟瓜分自己组国的事谁也忍不了 而且法国还是有革命传统的国家 为了防止法国国内出现暴动 反法同盟扶植了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 成为法国国王 于是波旁王朝复辟 1814年5月3日 流亡国外的普罗旺斯伯爵返回法国 即为法王 在反法同盟和国内资产阶级双重压力下 路易十八制定了一个畸形的宪法 他一方面恢复了贵族的制度 但同时保留了拿不伦法典的一部分内容 宣布给全体人民以宪法的权利 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他想调和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种既要又要的想法两边都不买账 同时他恢复了法国1791年的降级 这也让法国损失了大片领土 和英国的贸易协定 也损害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路易十八的种种倒行逆施的统治下 法国人民怨声才到 不少人开始怀念拿破仑的时代 在法国发生这些事 拿破仑全都是的 在法国他仍然有亲信为他传递信息 而拿破仑在这里过的也并不好 波旁王朝答应给他的每年200万法郎的年金 一分都没有兑现 这让拿破仑在二二八岛上陷入了经济困境 同时路易斯王后和罗马王被软禁在维也纳 奥皇弗朗茨禁止他们去二二八岛看望拿破仑 上期我说过拿破仑到死都没再见过 罗马王和路易斯王后 一系列的事件逼得拿破仑停而走险 他开始策划逃出二八岛回法国 当时岛上不仅有看守拿破仑的波旁王朝的军队 还有英国的军舰在这里常驻 可以说是为了防止拿破仑逃跑的双保险 可是无巧不成书 偏偏两边的指挥官都有事要处理 同时离开了二二八岛 拿破仑在这里待了11个月后 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登上了他自己的船 扬帆向法国驶去 跟随他一起登船 还有他的仆人平民和士兵 一共加钱还差不多 1000人多一点 拿破仑的船队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五天五夜 终于在法国本土登陆 海关卫兵看到拿破仑的英辉帽 立刻向他拖帽致敬 这让拿破仑很意外 实际上他已经准备好战斗的准备了 之后拿破仑每经过一个城镇 就向市民和士兵发表演说 告诉大家他的唯一使命就是恢复法国的秩序 给人民真正的民主 还向大家保证法国要与欧洲各国和平相处 不再动用战争来支配欧洲 于是拿破仑所到之处 当地驻军都投靠了他 在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桥段 当拿破仑途径一个村庄时 他遇到了一个团 他走到对方的射程内 向对方喊话 士兵们 你们不认识我了吗 然后拿破仑敞开了自己的大衣 继续说 如果你们当中有哪一个想要杀死自己的皇帝话 可以这样做 我就在这里 对方沉默了几秒后 一边高喊皇帝万岁 一边将拿破仑为主 拿破仑就是以这样的个人魅力 兵不血刃的向巴黎前进 距离巴黎越近 他的队伍就越壮大 1815年3月20日 拿破仑在随从和士兵的凑中下进入巴黎 从丰丹白露到巴黎的大陆上 成群接队的农民家道欢迎 挤得几乎水泄不同 在经历了还不到一年的波旁王朝统治后 人民开始怀念帝国时期的日子了 与此同时 反法同盟的胜利者们正在为分赃炒得是不可开交 沙俄和普鲁士以挫败拿破仑有功为由 想向西扩张 英国奥地利联合法国激励反对 眼看两派就要再起战断 拿破仑返回法国的消息传到了维安娜 之后 英国普鲁士 是奥地利沙俄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七国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拿破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并威胁如果他不自动退位 还政给路易十八盟军不得不再次对法国采取军事行动 在拿破仑前往巴黎路上 他对法国人说的要与欧洲各国和平相处并非是假话 他这次是真想和欧洲各国好好谈谈 但是事与愿违 1815年3月25日 在拿破仑回到巴黎的第五天 英国奥地利普鲁士沙俄签署维安娜公约 同意联合各自的军队直到拿破仑 完全被JR架去 没有任何再次制造麻烦可能为止 又过了五天 奥地利英国普鲁士沙俄 四国各出兵15万人 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 拿破仑别无选择只能应战 因为波旁王朝复辟 反法同盟就将很多俘虏的法军士兵释放 路易十八并没有对这些为国而战的士兵予以感激 部队中也没有了他们的位置 就连退津贴都没有 他们听说拿破仑回来了 都重新披上了戎装 但是此时的拿破仑可以指挥的部队 也仅仅有十三万部导的兵力 面对坐拥六十万兵力的反法同盟 拿破仑明白要兵贵神速 还要挑软柿子捏 务必要一战就击溃反法同盟的士气 拿破仑已经见识过 奥地利军事改革的成果和沙俄的军力 于是拿破仑选择了相对较弱的英国和普鲁士下手 当时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汉诺威联军有九万人驻扎在布鲁塞尔 因为是英军惠灵顿公爵指挥 所以之后都简称英军 普军有十二万人驻扎在比利时东部 为了防止两军会合 拿破仑计划从两军中间插入 左路的内衣元帅 帅一部分人马占据四壁村 阻挡英军的支援普军 而中路的拿破仑和右路的格鲁西趁机击溃普军 这个计划还算成功 普军大败 普军的指挥官布鲁西尔还从马上摔下来受伤 这一战普军损失约两万人 眼看情况不妙 布鲁西尔立刻率军向北边逃跑 拿破仑并没有立刻的下令追击普军 而是让部队原地休息 转天中午他才让格鲁西追击普军 这是他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 接下来拿破仑将长刀哭过 得知普军撤队后 英军指挥官惠灵顿公爵 率军进入到了他早已选好的战场 滑铁路 等待拿破仑的到来 当拿破仑来到滑铁路战场时 天色已晚 他本想转天早上就发起进攻 但是那天晚上突降暴雨 战场变得泥泞不堪 于是进攻的时间向后拖延了几个小时 中午11点法军才开始了进攻 首先拿破仑派自己的弟弟热罗姆波纳巴 向英军的右翼阳攻 也不知道是热罗姆用力过猛 还是英军顽强抵抗 右翼的阳攻打上了真攻 消耗了拿破仑大批兵力 到了11点30分 法军正式的从正面枪攻 法军艰难的穿越低派地带 而英军占据高地 依托有力地形向法军倾泻炮弹 法军伤亡惨重 几轮进攻都被打退 到了下午1点 法军再次向英军阵地发起进攻 但是还是失败了 到了下午4点左右 英法双方都损失惨重 拿破仑希望格鲁西赶快前来支援 惠灵顿也同样等待暮略谢尔 其实格鲁西离战场并不远 他甚至听到了滑铁炉隆隆的炮声 可是他坚持要寻找普军 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 拿破仑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里 拿破仑急需这三万大军来扭转战局 与此同时 甩掉法军追击的普军正在赶往战场 下午5点左右 普军出现在战场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英军倾斜 到了晚上9点 英普联军突破了法军的防线 拿破仑的部队乱成一团 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崩溃的法军四处逃窜 失败后的拿破仑回到了巴黎 但是议会不再支持他继续执政了 他向法国西部逃跑 打算逃往美国 但是最终他还是向英国人投降 他希望英国人发向绅士风度 对自己重新发落 但是结果让他失望 英国人将他流放到了更远的地方 隶属于英国的圣赫勒拿岛 这是孤悬在南大西洋上的一座小岛 离非洲西岸1900公里 离南美东岸3400公里 为了防止拿破仑再次逃出小岛 英国的军舰7乘24小时在这里职守 拿破仑居住条件也不好 非常的超市 老鼠不怕人就在地上跑来跑去 而且岛上的总督对他也非常的刻薄 如果这位昔日的皇帝能放低姿态 和总督搞好关系 生活条件说不定能有所改观 但是拿破仑怎么会向一个总督 低下他那个高傲的头颅呢 拿破仑在这里除了打牌看书泡澡以外 做了一个重要的事 那就是口述自己的回忆录 让仆人记录下来 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频繁出现腹痛呕吐等肠胃的症状 1821年5月5日 在岛上度过了5年后 拿破仑去世了 享年51岁 他的目的一开始在圣和乐拿岛 在生前 拿破仑是希望可以回到巴黎下葬 但是英国人怕到不敢放拿破仑的遗体回国 而且波旁王朝也不愿拿破仑落叶归根 直到1840年 他的灵鹫才被接回法国 关于拿破仑的死 众说纷纭 当时英国医生给出的实检报告显示 拿破仑死于胃癌或者是胃溃疡 但是现代研究表明 拿破仑体内含有大量的身 也就是皮霜 至于身中毒的原因 就没有人定论了 有人认为是英国人或者是波旁王朝下毒 也有人认为 当时拿破仑生活的房间内 绿色壁纸内含有身 因为潮湿的环境 向空气中散播 导致了拿破仑的身中毒 当时确实有很多致命的颜色 不仅是这个绿色 例如这个白色就含有铅 你们看这个英国伊丽莎白衣式女王的画像 都是大白脸 她涂的这个白色化妆品装就含有铅 有人认为她的死因就是千种毒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颜色是有毒的 咱们就不展开了 说完拿破仑 咱们再说说她的家人 路易斯王后在回维也纳的途中就有了新情人 在拿破仑去世一年后就改嫁 其实拿破仑和他只不过是政治联姻 为了就是生一个血统纯正的继承人而已 拿破仑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第一任妻子约瑟芬 不过约瑟芬在拿破仑第一次流放时就去世了 在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回到巴黎之后 他曾宣布让位给他的儿子罗马王 也就是名义上的拿破仑二世 但是罗马王一直被软禁在维也纳 所以这也仅仅是形势上的让位 后来罗马王育育而终 年仅21岁就死于费结河 拿破仑曾经基于他厚望 希望他能够再次统治法兰西 但是从小就离开父亲的罗马王 完全没有拿破仑的风范 倒是一直待在拿破仑身边的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纳巴 举手投足之间 甚至讲话思想都在全方位模仿拿破仑 他就是日后的拿破仑三世 到此为止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历史 就全都讲完了 下期作为法国历史的番外片 咱们聊聊波纳巴家族最后的皇帝 拿破仑三世 如果喜欢大米制作的内容 希望点个赞 关个住 下次更新不迷路 散会